ok 再來呢我們看到下個地方 下個地方是有關酸鹼反應 這個事先我都有提醒大家 這個一定會考一定會考 來請寫出醋酸 在水中解離生成醋酸根 以及hydronium ion的方程式 生成物反應物係數全對才給分 來 CH3COOH 這個就是醋酸 這就是醋酸 在水中 解離這邊有個雙箭頭有沒有看到 大家有提醒說有雙箭頭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會來會去 會來會去 雙箭頭會 往這邊跑變解離 往這邊變成 非解離 好這邊就是 CH3COO- 這個東西就是醋酸根 醋酸根 它會形成hydronium ion 我忘記我中文叫水核氫離子還是什麼的 我忘記那個叫什麼hydronium ion 長這個樣子帶個鎮 事實上是什麼呢 我們以前學的時候是寫H鎮 遇到了水 為什麼遇到水會接上去 因為水這邊有一個兩個 一個兩個有兩隊 衛健結電子隊 衛健結電子隊帶了一部分的負電 他就會靠近他 靠過來 所以他們就是三個人一起行動 所以變成H3O症 好這邊一題5分 好再來呢 請寫出上方酸解離常數 提示水不用算入 酸解離常數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就是 我們通常KA 會等於 反應物1號 乘上濃度 用中瓜號這濃度 乘上反應物 對不起 我錯了 不要講反應物 應該講 對反應物 對生成物 另外一生成物 我想說一個字 不好意思 反應物1號乘上反應物2號 等等 如果他有係數的話 係數變平方 OK 他沒有係數不用變平方 來OK不用 反應物1號乘上反應物2號 好再來呢 分子就是生成物1號 乘上生成物2號 如果他的係數是2的話就2次方 係數3就3次方 我們這次沒有 我們這次沒有 好那水不用計算進去 因此呢 我們從這邊來看喔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寫在這邊拿好 那邊沒有看嗎 分子是什麼呢 Ka 等於 反應物1號2號水不用算 Ch3 COOH 分子是這一串 括號 Ch3 COO負 乘上 H3O證 這就是我要的答案 5分 好再來 如果某一個有機酸 他是1元酸 1元酸不是阿元這個1元 他是一次可以解離一個 H症 這叫做1元酸 那有沒有2元酸 有 硫酸 H2SO4 他可以解離出2個 他就是2元酸 有沒有3元酸 有 我們實驗室有0酸 H3PO4 他一次可以解離出3個 但是3個解離實際不一樣 不要想太多 因為 他牽涉到很多細節上的問題 我們不管他 不管他好再來 請問他Ka等於10的-4次方 PkA是多少 PkA 這個PkA 就等於 原來的數字Log 而且寫錯了 先取Log 10的-4次方 整個在乘上-1 就是答案 好那如果你夠犀利的話 就會把這串 取Log就等於-4 -4在乘上-1就等於4 OK 如果說這邊不熟悉的話 找阿元 阿元再幫大家 設法再來複習這塊東西 再複習這塊東西 你看到畫面我已經躺平了 好累喔 已經累了一整天 好再來 某個有機酸 含有這個 某個有濃郁含這個有機酸0.1m 請問 當使用強酸HCL 強酸不是高濃度喔 高濃度跟濃度無關 強酸的定義是解離度高 叫做強酸 把PH調整到4% 請問有多少比例的有機酸 呈現非解離 答案很簡單 就是一半 一半解離 一半不解離 這個東西我講了很多遍了 很重要 很重要 我們有沒有騎過U-bike U-bike 我想說中壢火車站 桃園火車站 外面有U-bike對不對 什麼樣情況下 它的吞賭會最好 就是你無法預測 早上可能去搭火車的人多 假設了 下班的話從 離開中壢火車站的人多 所以呢 那時候調整 我們不管 我們講說一個中間值 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半有 U-bike 一半沒有 這個情況之下 它的吞吐 它的緩衝能力最好 那這時間點 這是科學家另外會算出 他求出他的PK算完之後呢 只要 只要PH值 WHEN PH EQUALS PKA IT MEANS 50% OF THE MOLECUE IS DISOCIATED THE OTHER IS UNDISOCIATED 就這樣子一半解離一半不解離 所以呢 當他的PH值跟PKA相同的時候 一半解離一半不解離 就這麼簡單 好來往下看 好這邊 這邊那個 质子脂肪酸的結構 請寫出三酸甘油脂 三個脂肪酸都是160 使用 NSOH進行分解照化產生甘油 極其 這邊露了一個字 甘油極其脂肪酸鹽類 反應物生成物係數全對才給分 這就是我貼的答案 我教各位怎麼畫 這邊的話 第一個我們先畫三酸甘油汁 三酸甘油汁我教各位怎麼畫 先畫甘油 1 2 3 甘油本身本來有OH對不對 這時候呢 O CO O CO CO double bond O CO double bond 好我們說三個都是16對不對 16其實它長什麼樣子 它是 COOH 這邊是寫 10 CH2 有 一個碳 兩個碳 中間就有14個碳 所以你看到這邊寫14有沒有 寫14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可以去模仿它 這邊 然後掛進來 CH2 這個會穿透 你們看到它是穿透的 這邊可以穿透 CH3 所以你畫成這樣子 CH2 1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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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個CH3 抱歉我寫的很差 CH2 14個 一個CH3 接下來它會加上三個 三個 N A O H 為什麼三個呢 因為一次破壞一個 破壞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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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就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像 主婦聯盟 很多環保團體的 他們會做的 就是用搶檢 去水解之後 產生肥皂 做廢油的應用 好來這邊 現在上一個乾油 乾油就是餅三醇 123 三個碳加1 O H O H O H 好來 那這個怎麼畫 這東西我教你這樣畫就好了 它是這樣子 我們說它本來是COOH 對不對 你可以寫COO負一個 然後呢 這邊一樣 C CH2 有14顆 再一個CH3 這邊總共有三個 抱歉我畫得很難看 但是知道意思就好 這樣子的話我這一題我就會給對 我這裡就會給對 就是這樣子 好就這樣子 好再來 這一題請畫出Alpha Linenic Linenic 我跟我講我雖然是台灣腔英文 但是我盡量唸得很正確 讓你們可以去找到這些資料 Linenic acid是18.3 18.3 它的結構雙間在9 12 15 請使用Omega系統 標註這三個 那這邊怎麼畫 我快速講一下 它就是 畫出 它的雙間在9 12 15 它是C 它是順勢結構 好來我們現在畫這一塊 12345678910 畫到18 我等一下畫一次給大家看你就知道 好再來呢從後面數過來 來我現在畫一次 我們這樣子來這邊 C O O H 一個看對不對 123 4 5 6 7 8 9 這是9號 雙劍 這是10號 11 12 13 14 15 我錯了 對不起 11 12 12還有一個雙劍 13 14 15 這邊是 15號 16號 17 18 18個碳對不對 所以我畫了沒有它那麼好看 但是一樣這邊一看就知道它是順勢結構 Sys 因為它這邊跨過去它在兩邊跨過去兩邊跨過去兩邊 跨過去兩邊所以它是Sys Sys Sys的結構 好OK了 那這邊呢我們知道它9、12、15 會 會有雙劍 那我們從Omega來數 Omega是從後面來數回來 這邊是1號 1 2 3 OK 這個就是Omega 不是W是這樣寫 Omega是這樣寫 Omega3 3 Omega3 3 4 5 6 所以這邊的雙劍字就是Omega6 7 8 9 這邊就是Omega9 OK 畫到這邊我就給分了 畫到這邊給分了 而且你們課本都一樣 所以我知道你們看這個東西 看起來是一回事 但自己實際畫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鼓勵大家這個要畫 這個要畫 好再來 簡化出軟磷子的主要的結構 我這邊提醒4級氨帶正電 加上磷酸跟帶負電 加上甘油結構 兩條 脂肪酸可以寫上FA就好 來我來解析一下 這邊是 這個東西是4級氨 再來呢 一個碳 兩個碳 接上氧 接上磷 接上氧 這個氧其實是磷跟甘油 這邊是甘油 甘油叫Glycerol 這邊是甘油 有沒有看到 四級氨 帶正電 磷酸跟帶負電 甘油結構 兩條的話寫FA即可 而且它的磷酸帶了一個負電 一個雙劍 這邊怎麼畫 跟大家講 我會這樣子畫 我會這樣子畫 我模仿拿好 這邊 寫一個N正 一個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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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也寫CH3 OK啦 CH3 CH3 好 這邊一個碳 兩個碳 這邊接一個氧 再一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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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一個碳 帶負電 這邊兩個碳 跟著一個氧 這邊雙劍的氧 好 再來這邊就是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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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本來說我們的甘油是什麼結構 COH COH 我先故意畫錯 COH 好 這個東西本來 我先圈起來 再回復上一步 本來 碳碳碳 碳碳 每個碳都一個OH OH 在甘油 這個要甘油 那現在呢其中 這個OH 會跟 會跟 POH 脫掉一個水 形成一個 COP的劍 所以這邊已經用完了 那這邊沒有寫的是什麼 這邊沒有寫是CH2 這邊不寫 這邊也是CH 這邊也是CH 因為它三隻手 這邊四隻手 OH 會跟別人接掉 變成什麼呢 會變成 OK 那這邊的話你把它寫成FA FATS的就好 好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 畫這樣下來 你寫個FATS的我可以接受 選擇 的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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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